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手指的磨破了也要再换这个手指的 我为啥不容易做下去 前龙龙椅 复制传奇 后来也是重新的做道具 重新的做 手挤刀落 雕刻人生 就是没活干 没有事做 我可能也会再翻完书 在研究研究研究里面做一点兵器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杨猪七企 修饰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张来喜 杨猪雕七是一种漆器修饰技艺 在披件上涂刷厚厚的漆 再用刀具在漆层上精心雕刻 工艺繁复 雕刻精美 在中国工艺史上独具风韵 富有盛名 因为杨猪的漆艺 它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 就是从目前的一个文献记载 它也还是考古发展 它至少都有两千多年 就是汉代的 特别是汉代的一批 这个漆器是非常精彩的 杨猪七企承接着南派漆器 独有的眷秀 圆润 又有着北派漆器的雄魂和博大 2006年 杨猪七企修饰技 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那雕西里面它有很多 比如说像剃红 剃彩 剃锡 这个时候为什么叫锡呢 锡就像那个就是它做出来的以后 就像那个犀牛的皮一样的 剃彩的就是说实际上是刷不同的颜色 比如说刷一层黑的 刷一层红的 然后把它一剃出来了 它那个断层的颜色它就显现出来了 那么剃红呢 那就是说它全部都是 这个红器刷很多层把它逮集起来 逮集到一定的厚度的时候 然后再上面进行这个雕刻 所以把它说成是叫剃红 也叫雕红 我叫张来喜 出生在杨泽 是杨泽七七厂的一名中国工艺美术大使 在七七厂做红雕蟹将近四十年 我们是一七年完成的这些作品 就是《江寒蚯蚓》 在红雕器这一块的这个方形里面呢 就是说我们取一个圆出来 圆外面方形呢 我们是用黄颜色的这个器做的 我们做方郎这一块 方郎的鸽子 就是说木鸽这一块 我们是做比较细的东西 还有瓦片这一块 就是说传统的那个小瓦 做这一块是比较细致的 另外还有一块呢 就是说鲍布水 这一块还是做的比较细的 而且这件产品呢 也是一七年获金奖的参加 就是全国大使展 张来喜的漆器修饰技艺 在扬州乃至全国 都是出类拔萃的 而经他手雕刻打磨出来的漆器 不仅匠心独具 而且价值不菲 这块地平的市值 就达到了两百多万人民币 我是八一年 从学校毕业出来 当时是工艺美术学校 八一年毕业 我就进扬州漆器长 进了扬州漆器长 我就学习这个红雕器技艺 那个时候就蒙巴士说 将来一定要把红雕器这个工艺做好 虽说早已下定决心 要学好雕七这门手艺 但愿意许 学艺之路却充满艰辛 枯燥 非常枯燥 但是师傅都在讲 你第一步不需要好 第二步你做不了 而且你更不要想说是 底下往下发展 原来学习雕七的第一步 不是雕刻 更不是画稿 而是让张来喜意想不到的另一门必修可 就是学红雕器第一步是学会磨刀 我们当时师傅搞我们的磨刀的方法 就是一个手指的要按在刀中间 来回平行的这样的磨 我们当时也注意不了 就是说老师师傅教了这个技法里面的 这个按多 按轻按重 按多按少 不知道就来回地磨 到了下班的时候 洗手 因为磨了到以后手上很黑 洗了手的时候手上都破了 回家吃饭的时候拿着筷子手上也很痛 第二天再去磨的时候 就是要裹上橡皮膏 那个时候还没有创口提 就裹上橡皮膏 然后换一个手指继续地磨 这个手指磨破了也要再换这个手指了 所以说三个月的磨刀时间 你必须要坚心 认真的要熬过来 因为磨刀这个项目的话 还是比较坚心的 一个是你坚持下来 第二个你能把刀磨成 说像师傅讲的一样的一条线 很平的话也很难 因为我们当时拿了那个刀背 都不是上打刀机打过来这个刀背 因为就是损手过去磨 大概有多厚了吗 多厚 大概差不多一个米粒吧 把米粒厚的刀背磨成一条线 这一磨就是三个月 但在张莱喜看来 这三个月里磨的不只是刀 还有自己的耐心 我第一个完成的是做红雕鞋的时候的作品 是第一件事 我记得是做一个小小手势盒 你这么一点大的一个手势盒 最小号的上面做了一个茶花 当时我完成以后 有很多师傅都看出苗头 他说你做得很不错 将来干红雕鞋肯定没有问题 入行之后 张莱喜的作品以屏风 摆台等装饰性工艺品居多 而在一次机缘巧合下 他开始尝试其他的工艺形式 九十年代有一个台湾人 他非常非常地喜欢茶壶 在扬州期间大概差不多三年 他说他到宜兴没了茶壶 十灯的汽车可以家里面拖一车出来 他说唯独没有的就是七七茶壶 他知道我做红雕鞋 他说故宫 北京故宫有一件是明代的 台湾故宫有一件是清代的 他说我就想有一件是你做的 当时跟我讲的意思是说 我就是怕做没有理的 为啥呢 没有做过不知道底 然后好像这个事情连续出来 一年两年 后来就讲 他说我都要回去了 你帮忙忙 然后我当时就试了两个 做了两个 我怕失败有产事 我就做了两个 一个给他 他那个时候看了以后非常非常的高兴 那给了以后他就给三万块钱 那个时候的三万块钱说真正话 这很就是很大很大一块惊喜 而另一个茶壶则以更高的价格被另一个客户收入囊中 自己的手艺得到了别人如此大的肯定 这给张来喜带来了很大的触动 那我为啥不努力做下去 那就从那个时间开始慢慢慢慢往下做 而就在张来喜渐渐找到方向的时候 扬州雕七行业却进入了寒冬 扬州雕七行业却进入 杨州兼七行业却进入 没有事做 我可能也会再翻完书 再研究研究一点 做一点笔记 江苏省非无止文化遗产 杨州七企 修饰记忆代表性传承人 张来袭 上世纪90年代 杨州七企厂的效益 大幅度下滑 很多人面临失业 因为杨州七企厂 本来都是做外幕产品 那个时候开始外幕不景气了 七企厂就没有生活了 那我们就 基本上就散门开了 就回家了 回来干嘛 那也是做一点 生意小买卖 当然说这个生意买卖 跟工业没做事有关系的 我们还是吃着老本 虽然行业发展遭瓶颈 但有一技傍身 张来袭的内心并不慌乱 因为我有这个雕刻的经验 会看雕刻 那我就研究一部分 我是帮人家设计过预计 画预计 那个是我在工厂 拿几百块钱工资 人家给一千八给两千 我还干了一年 张来袭说 在这段看似远离漆气的时期 发生了几件有趣的事 倒也一直在磨练着 他的眼力和手艺 因为我们毕竟是从工艺米校出来的 那懂一点绘画去就会看 会看画 然后懂画 然后我还在学画 当时我就 我印象最深的是 我们门口一个邻居拿到一张 七百色的 那给我看 我说你不用看这个东西 肯定是法的 就是凭我现在这个水平 我一看就知道 这个肯定是法的 水平不对 我说把书拿出来对 你随便对哪一个字 所以你只对哪一笔 你肯定是不对 感觉到自己还有一点能力 还有一点用处 然后就开始借了这个事情 因为毕竟它是有个市场 我们去观摩去看 看看自己的人力 还不比别人差 别人美的东西 我们看看都感觉不对 都是新东西 我们去看看 还能美上老东西 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 误打误撞进入股丸市场 张来喜在鉴赏股丸的同时 也开始做一些股物修复的事 我印象最深的里面是 没过一件 没有人要的一个子弹木雕 小的把握 相当于小的把剑 坏了 一坏了以后 这个东西没人要 我看看毕竟是子弹的老东西 我看看坏了也没坏啥的 所以说当时就想我来买 因为雕刻这种我会修 我会做 买回来以后 当时我印象当中 大概差不多300块钱买下来 我后来就把这一块 用我的工具把它做掉 做完毕了 又打磨好 然后又把颜色做上 做得就跟以前一样的 也放在家里面 来了一个上海人一看 他说自然来 我老院就看出来了 老东西啊 他也认为是老东西 不错 他就拔了一千八 所以说我们在这些小事的专查里面 都感觉到 我们还有一点本领跟能力 1997年 扬州机器厂成立研究室 厂领导找到张来席 希望他能够回厂工作 回到机器厂的张来席 再次沉下心来 磨练手艺 震慑了 沉下心做手艺了 还感觉还是蛮好玩的 有一个事情我是非常欣慰的 就是说在阳州机器厂 这个历史上没有的功能做支撑 我进研究所第一年到年底 厂长就答应我 你进了研究所的门 你今年你就是助理工 我就从那个时候 开始一步一步脚印地做下来 然后的话呢 就是说一步一步地再走 从助理工一师工一师高级工一师 到研究员这四个阶段 我都是一路一路地评过来的 当然说我在这里面就是说 还是非常崇尚手艺 特别喜欢 比方说我经常说的 我没有在一年四季里面 没有在四二点钟之前睡午觉 为什么呢 我就是没活干 没有事做 我可能也会再翻完书 在研究研究地里做一点笔记 扬州七夕古老相传 那个时候就猛八师说 想来一定要把红丢鞋这个工艺做好 魔力淬炼 执着坚守 这个手指头磨破了也要再换这个手指头 我为啥不容易做下去 乾隆龙椅 复制传奇 后来也是重新的做道具 重新的做 手挤刀落 雕刻人生 就是没活干 没有事做 我可能也会再翻完书 在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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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做一点笔记 江苏省非五指文化遗产 杨朱七夕修饰记忆代表性传承人 张来喜 2003年 张来喜接到任务 跟团队前往北京故宫 参与复制龙椅的工作 我去带队去到北京库房去看这件东西 您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您觉得那种 非常庄重 非常庄重 非常精致 我用几个非常来说这件事 非常漂亮 真是非常震撼看到 我还是用非常震撼 一个宽大 第二个饱满 而且这漆的颜色非常漂亮 真正的是皂红 就是我们红调线到最精彩的 就是皂红这个颜色 调工更不要说了 那典型的浅龙工合 当时您看到 第一眼看到那个时候 您有信心吗 也有信心 当时看了一个 我感觉难度不大 看你们做得出来 这样图纸画得好 张来喜对自己手艺很有把握 但是复制龙椅并不是简单的工程 他们必须准确记录下龙椅的各个细节 因为 不应该有重备 这个名字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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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Protocol 是欢迎声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引称丝 角色 安当 mul Georgia Ian CNF 大师的 然后有高工 有工艺师 有助力工艺师 师父其实是一个 比较和蔼 比较随和的人 他没有大师的那种距离感 你跟他接触 他就像一个 很思想的老头 每天我跟他一起上班 吃饭 然后一起下班 他在他家里 我师父从来没有 他的娱乐生活 他只要一放假 一回到家 他还是继续拿起刀 坐在他的天台上面 继续在刻自己的东西 然后我也跟他学习 然后我回到家之后 我也自己搞一个小的房间 自己在里面不停地在做 因为我师父说 只有你比别人多做 你才能比别人熟练 才能比别人做得更好 除了带图传承 他还时常走进校园 通过讲座 让更多的年轻人 了解扬州雕七 说红雕七吧 就好像是一个残疑的在修行 你要熬好长时间 慢慢慢慢地修行 只有你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 才能成功